好 我們看看Sadas的Allegro Vivo 接下來的這一段是怎樣拉 首先這支弓要在中弓以下 兩件事 第一 你拉完這兩個半拍之後 你要感覺到那個正拍 就是第二拍 然後下個小節就是第一拍 所有這些正拍你一定要感覺到 拉的時候我們是拉後半拍 很多人是感覺不到正拍 就會越拉越快 當你開著拍子機的時候 你是要跟那個拍子機剛剛錯開 就不可以追著拍子 你一定要在拍子和拍子之間才好拉 第二件事 就是不要讓弓停在弓上 很多人是這樣拉的 只是拉出來的效果都已經不好 因為你的弓沒有離開弓的話 就響不到 第三就是 你每次拉這些連續上弓的半拍 這支弓的位置都要大致一樣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越拉越低 還有你那個打圈 你的圈不可以打得太大 不可以感覺到 是用手臂去做出來的 要多用手腕手指 是用手臂去做出來的 很可能你會覺得 半拍已經是用好笑弓了 但是如果你要拉到 細聲這個效果 你用的弓一定要有這麼少 可以這麼少 然後最後不要忘記 在這一句裡面是有一個Action 而這個Action是在 在這個音 那你不要靠掃 是一個感覺 還有這個Action 是要用弓的速度去做出來 你一定要打開手腕關節